好,这里呢,我们接着这个色彩的绘制完成最后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细化的一个部分 那么实际上呢,我们在细化的时候呢 是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个时间的控制来自行把控时间 但是呢,一般来说呢,我们因为是示范的话呢 所以说我们的时间不会特别长 时间不会特别长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,我们就需要控制一下时间 而我们在绘制的时候呢,则主要是将我们的对象放在我们的一个大的 就是说将所有的一个绘制的一个内容放在一个大的感觉上 尤其是颜色 这条一个还有一点 了 我们来说真的有一个圆滚 那是两个工具 我们已经进行过来 可以说出门了 好 那是 这个 那是 哪 这 这 周邊高零 感谢观看 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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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看看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看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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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观看看看看看看 观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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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好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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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注意到这个香蕉的一个 对这个环境的一个影响 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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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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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